广州的华侨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这个广州华侨博物馆是重点展示广州华侨的历史和贡献的博物馆 也是重点去挖掘和研究广州华侨历史文化资源的博物馆 华侨在我们国家的这个革命啊建设还有改革开放 各历史时期都注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的 这上半年的话广州华侨博物馆也接待了非常多的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华人的社团 我们的展览也是得到了他们非常高度的评价 我本身学的专业就是历史学专业 进入博物馆之后发现博物馆可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而我们仅仅在学校书本上学的那些东西的话 还是需要在博物馆的工作当中进行更大的提升 从事博物馆工作 年轻人呢就一定要沉得下心来 不能太浮躁 其实有很多工作是需要你自己慢慢沉下心来 把个人的成长和博物馆还有事业的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总是又会有收获的 如果受zyka る事的展规 如果 vedكم 我们下集中 其实年轻人 如果没法 你 直接 我们上次你 都 creators 我们下集中